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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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会的弟兄姐妹们 主日喜乐 今天教会在这里奉圣父 圣子 圣灵的名 召开我们主日的崇拜 请每一个弟兄姐妹赞礼 我们一起来朗读今天的宣召经文 圣经在四拼一百五十拼一节跟六节 我们一起齐声来朗读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在神的圣所赞美他 在他行能力的穷仓赞美他 防油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我们为着下午的聚会 我们为着下午的聚会 我们一起向神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啊 今天是你复活得胜的日子 当我们这群背属的子民来到你的命中 我们要向你来敬拜 神啊 你用能力创造世界 你用智慧建立世界 你用聪明铺赞求仓 耶和华 你说有就有 命力就立 你是独行其事的神 主啊 我们要因着你的大能来赞美你 我们也要因着你奇妙的慈爱来赞美你 要因着你奇妙的作为来称谢你 今天普天之下 凡有气息的都要来赞美耶和华 因为耶和华的名配受全地的大赞美 主啊 我们谢谢你 主啊 今天向我们来到你的命中 主啊 我们要来敬拜你 求主的灵运行在我们的当中 求你登上你那荣耀的宝座 与我们接下来的敬拜同在 求你赐给我们一颗敬畏的心 让我们带着心灵诚实来到你的命中 来敬拜你 求圣灵与我们同在 谢谢主奉耶稣的名求 阿们 我把时间交给敬拜团队 大家准备主日喜乐 高兴我们又一起赞美我们的伤 好不好跟旁边的人说一下主日喜乐 主日喜乐 现在主持人一起来敬拜 大家准备好要来敬拜了吗 准备好的会议一下 都是今天的诗歌都非常熟悉 所以盼望等下大家都可以一起来拍张 一起大声的来敬拜 赞美阿们 为我们的神佩德赞美 给他们一点时间 我们一起来开始 今天下午的诗歌 我们一起大声的来拍张 一起为赞美阿们 开始吧 你们也要赞美也好吧 在他里声说赞美他 你们也要赞美也好吧 在他里穿上赞美他 要迎着他的大难赞美他 要迎着他的荣耀赞美他 要迎着他的慈爱赞美他 万有其喜乐要赞美他 你们也要赞美也好吧 在他里声说赞美他 你们也要赞美也好吧 在他里穿上赞美他 要迎着他的大难赞美他 要迎着他的荣耀赞美他 要迎着他的慈爱赞美他 要迎着他的慈爱赞美他 万有其喜乐要赞美他 我们也要赞美也好吧 来唱开胆美也好吧 来唱开胸怀赞美他 我们也要赞美也好吧 来高盛黄牧赞美他 我们要骨色弹琴赞美他 我们要几股跳舞赞美他 我们要自协乐器赞美他 万有其喜乐要赞美他 我们要赞美也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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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唱开胸怀赞美他 我们要赞美也好吧 来高盛黄牧赞美他 我们要骨色弹琴赞美他 我们要几股跳舞赞美他 我们要私协乐器赞美他 万有其喜乐要赞美他 要迎着他的大难赞美他 要迎着他的荣耀赞美他 要迎着他的荣耀赞美他 把勇气幸福永远赞美她 我们要苦舌弹琴赞美她 我们要祈福跳舞赞美她 我们要死心愿情赞美她 把勇气幸福永远赞美她 把勇气幸福永远赞美她 我们要这样一切的掌声给我们一声 然后住回旁边的人说 三名神你必重新得力 神命是你无音掌声上的 阿们 我们相信在基督里 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亮光 我们要一起求神能够带领我们走生命的道路 阿们吗 阿们 我们一起来开场 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亮光 祂照亮我们前方的目 耶稣是我生命的亮光 照亮我的前方 祂是我们生命的亮光 我们生命的明天 岩 Lebens 我们ille 我们正在第一 虽有暴风雨把我当 触目我的两端 祂是我身边重新的力 是我抬头高昂 祂是我如云战区上的 飞月在高杆上 耶稣是我身边的两端 照亮我的前方 虽有暴风雨把我当 触目我的两端 祂是我身边重新的力 是我抬头高昂 祂是我如云战区上的 飞月在高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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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我们一起 来开口 来敬拜 赞美我们的神 祝祝我们赞美你 祝祝我们谢谢你 祝要谢谢你的爱 何等的美好 祝要谢谢你 让我们靠着你的恩典 我们可以重新站立在你的面前 祝要能够让我们如荫长翅上腾 飞越一切的困难 跨越一切的风暴 主要我们要来赞美你 哈利路亚 主要主要我们敬拜你 主要你是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 主要你创造我们 主要是何等的美好 主要你创造天地万物 主要为了我们去领受你那丰盛的爱 主要主要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要来开口来向你赞美 我们要开口来向你敬拜 主要我们一起高举双手 来赞美我们的神 为我们的神配得我们的赞美 他配得我们一切的敬拜 他赐下他的独身爱自耶稣基督 为我们神秘 为我们流水 成为我们的赎罪基督 主要我们赞美你 主要我们谢谢你 主要你的宝血已经遮盖我 主要你的宝血已经写进我们 主要让我们如今可以靠着耶稣基督 主要让我们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面前 来敬拜来称谢你 主要我们的心 为不可忘记耶和法的光会 主要我们来敬拜你 主要你拯救我们脱离一切的黑暗 你拯救我们脱离一切的苦难 主要让我们如今可以靠着你不断地去得胜 主要靠着你的恩典不断地去得胜 哈利路亚 主要我们敬拜你 主要你的爱何等的美好 主要你的慈爱何等的尝阔高盛 主要我们要来敬拜我们要来尊重你 哈利路亚 主要我们敬拜你 主要因为从根谷直到永远 你是我们的神 主要你是那位永不改变的神 你是那位从今时直到永远 习在今在永在的神 哈利路亚 主要我们赞美你 就是我们敬拜你 我们的心要清醒你 不可忘记他一次的爱好 他胜利我们的父母 他一直有了几个月 我们一起来赞美他 我们一起来赞美他 不可忘记他的恩惠 不可忘记他的恩惠 他舍免你 欠过犯罪年 一世的几遍复原 我的心里要 争送野药和华 不可忘记他的恩惠 不可忘记他的恩惠 我的心里要 争送野药和华 不可忘记他的恩惠 不可忘记他的恩惠 他舍免你 争送野药和华 不可忘记他的恩惠 我的心里要 争送野药和华 不可忘记他的恩惠 不可忘记他的恩惠 他依然爱自卑微的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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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首去敌人生药 天地地有何能提高 他的慈爱也何能提升 同理心有多么的缘 他是我的国防也离我多远 他依然爱自华 他依然爱自卑微的约 talent 他依然爱自卑微的书 また有云都相对 他依然爱自卑微的值 不可愿 他依然爱自卑微的 Simmons 我的心也要 乘颂耶和华 不渴望 其他的恩惠 他舍免你 且我犯罪念 依赐 依旧便复原 我的心也要 乘颂耶和华 不渴望 其他的恩惠 他一人来自 卑微的光年 为守取你的圣人 天里地 有何能抵抗 他的慈爱耶和人的神 东里心有多么地缘 他是我 你我法 天里我多远 天里地 有何能抵抗 你的爱简有放射 武尽的恩惠 总得不知道 永远 耶和阿 祂是我的神 天里地 有何等你大 祂的慈爱 耶和等你生 同理心 有多何地人 祂是我的国防 也离我多远 耶和阿 祂有明明的爱 且有放生无尽的恩典 从等不直到永远 耶和阿 祂是我的神 天里地 有何等你大 祂的慈爱 耶和等你生 同理心 有多何地人 祂是我的国防 也离我多远 耶和阿 祂有明明的爱 且有放生无尽的恩典 从等不直到永远 耶和阿 祂是我的神 从等不直到永远 耶和阿 祂是我的神 给你 耶和阿 祂ール主 我希望能赞你 祂要从根本到永远 不會改变 祂要你是我们的神 耶和阿 祂你是我们的神 耶和阿 祂你是我们的神 耶和阿 祂你是我们的亮光 祂要我们靠着你无限的恩典 祂要靠着你丰富的恩典 让我们遇到困境 遇到软弱 主要遇到无助的时候 主要重要我们想要退缩的时候 我们可以再次靠着你的恩典 主要因着你慈爱 主要因着你永不改变的慈爱 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 主要是你那慈爱的双手 一直引领着我们 主要是你慈爱的宝血 主要再次来洁净 主要再次来更新我们 主要让我们可以今天 在你的面前主要来敬拜 来赞美你 主要是我们再次来感谢 主要向你献上我们一切的赞美 主要我们再次向你献上 我们一切的称谢 主要让我们的心 要来称谢耶和华 主要让我们的心 一生都要来敬畏耶和华 主要因为你是那位拯救我们的神 主要是我们欢迎你 主要欢迎圣灵今天下午 再次运行在我们中间 主要圣灵再次来充满我们 主要充满我们的灵 让我们能够打开赞美的口 主要让我们能够靠着赞美 靠着单位加给我们力量的 主要能够让我们方式都能做 哈利路亚决策我们赞美你 决策我们敬拜你 求你能够再次来到我们中间 主要我们感谢你 主要求你能够再次 圣灵的江湖涌流在我们的里面 主要生命的活水再次涌流在我们的里面 主要让我们靠着你 主要不断的能够往前行 主要终让我们面对软弱 主要能够让我们靠着那位 加给我们力量的 能够让我们努力的往前 主要是我们赞美你 还会来绝对你 我们请拜托 一道江河 一道江河流亚流亚 流到风声的声音 送赞几秒荣耀的生命 我领个唱 我领个唱 潮流亚 唱到灵力都欢喜 就是你现在 那一场全力 这次流到风声的声音 要被 你那家旅程的声音 送赞几秒荣耀的生命 送赞几秒荣耀的生命 我领个唱 唱哑 唱哑 唱到灵力都满心 祝神已寻赞 来战却安静心 一道江河流言流言 留到梦生的声音 送赞起了荣耀的生命 我领个唱 唱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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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到灵力都满心 祝神已寻赞 来战却安静心 祝地爱 像一道江河 保所能力 留到我命 祂是王 朝阳我的生命 敬拜祝 高举祂的生命 出地里 如风吹我心 安慰忧伤 破碎的灵 祂是我 掌管我的心灵 亲爱主 愿祢从天降临 一道江南流流洋流洋 流洋风生的生命 送他亲爱的荣耀的生命 我赢得长长长长到林里冬花心 众生的心在 来长长运气 祝你爱 像一道江河 祂是王 朝阳我的生命 祂是王 朝阳我的生命 敬拜祝 高举祂的生命 主地里 如风吹我心 安慰忧伤 破碎的灵 祂是我 掌管我的心灵 亲爱主 愿祂从天降临 一道江南流洋流洋 流洋风生的生命 送他亲爱的荣耀的生命 敬拜祝 美贸就是 прир好的 bitten 公路的沿耀的亲爱之his 家庭的江南流洋 众生的做家庭 祝你爱的荣耀的生命 aucun的烂的亲爱的生命 我赢得长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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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别 长阳 长到灵力都满心 出生灵性在来唱全与心 一道江河流亚流亚 流到丰盛的生命 送葬起点荣耀的神明 我灵的长 长阳 长阳 长到灵力都满心 出生灵性在来唱全与心 一道江河流亚流亚 流到丰盛的生命 送葬起点荣耀的神明 我灵的长 长阳 长阳 长到灵力都满心 出生灵性在来唱全与心 一道江河流亚流亚 流到丰盛的生命 送葬起点荣耀的神明 我灵的长 长阳 长阳 长到灵力都满心 出生灵性在来唱全与心 出生灵性在来唱全与心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向神来呼求 我们今天下午欢迎 圣灵的江河要永留在我们的当中 圣灵的江河要永留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 神的灵要来触摸我们 神的灵要充满在祂自己的教会当中 圣灵要在江河当中做祂奇妙的工作 我们一起来呼求 神啊 求祢的灵来触摸我们 触摸我们刚应的心 主 求祢的灵来触摸我们 触摸我们破碎的心灵 主 让我们靠着祢的恩典 靠着祢的力量 让我们靠着神加给我们的力量 让我们能够重新得力 圣灵我们欢迎 圣灵的活水要如江河涌流在我们的当中 圣灵我们欢迎 我们欢迎祢来到我们的当中 圣灵我们需要 我们在人生的道路当中 我们每一天我们都需要 圣灵求祢来引导我们 求祢来帮助我们 圣灵祢就是那光照耀我们的生命 圣灵祢是我们的王 祢来光临我们的一切 圣灵祢的灵在哪里 哪里就得自由 圣灵祢的灵在哪里 哪里就有释放 圣灵祢向我们 恳求真理的圣灵 圣灵在我们的教会当中 圣灵祢来触摸我们每一个人 触摸我们每一个人 一个人的心灵 让我们心里的力量 再次能够被眺望起来 主 让我们欢迎祢 圣灵我们欢迎祢 我们欢迎祢在我们的当中 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 圣灵祢今天向我们要容 圣灵的将来要永留在我们的当中 做我们需要祢 做我们在美祢 圣灵祢 圣灵求祢赐下克服的心灵 求祢赐下敬拜的灵在我们的当中 祢的灵来触摸我们 祢的灵来光照我们 圣灵祢就是那风 吹进我们的心灵 圣灵祢就是那火 燃烧我们干预的心灵 圣灵我们欢迎祢 我们欢迎祢今天下午 来到我们的当中 来掌控我们的心 掌控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 主 我们谢谢祢 主 求祢以圣灵 求祢亲自赐下一颗 极可慕的心在我们的当中 让我们带着一颗可慕的心 来到祢的面前 来聆听从祢上头来的话语 祢的话语成为我们矫情的灯 成为我们路上的光 祢的话语指引我们去走前面的道路 祢也求祢祝福你自己的仆人 那在你手中成为你流通的管子 能够将你上头来的信息 能够带下来 让我们心里面能够得到帮助 主 我们谢谢祢 主 我们赞美祢 圣灵求祢与我们同在 求祢的灵来触摸我们 求祢的灵运行在我们整个会场当中 祢来管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 祢的话语进入到我们的心里 主 我们谢谢祢 主 我们赞美祢 我们把下的光阴仰望在祢的手中 求圣灵在我们的当中 做起起来的工作 主 我们谢谢祢 在祢面请如此祈求祷告 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们 好 我们一起起座 我们把时间交给神的朋友 给我们赞美祢 日替云 既然会一年 日替者 当中和 一般日曼 二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上个星期我们谈到跟从耶稣的使驾路 那今天我们的信息会还是继续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 那么我们一当如何跟随耶稣的使驾路呢 或者说在跟随这条道路的时候 我们会遇见怎样的情况 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的是门徒有各种的软弱 各种的失败 但是主耶稣继续不断的调整他们可以继续的情形 所以今天和弟兄姐妹分享的题目是 与耶稣同路情形 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是 与耶稣同路情形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 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第九章37到62节 好 弟兄姐妹 大家这个手上有手本的圣经吗 OK 圣经现在呢也很多 所以圣经可以多做笔记 多做记录 没关系的 这个旧人的在买一本 所以大家还是希望大家有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门口接待的地方会提供纸本的圣经给大家 好 那么我们就打开圣经 第九章我们把今天这里的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好 弟兄姐妹 我们大家都先打开纸板的圣经 今天投影的童工非常的配合 他们就把投影掐掉了 所以你们只能拿着圣经读了 好 我们就来看 第九章我们读37节开始 我读单节你们读双节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 一 二 三 第二天下了 我单节你们双节 第二天他们下了山 就有许多人迎进耶稣 他被鬼抓住就忽然喊叫 鬼又救他抽风 口中流没 并且重重地伤害他 难以离开他 我只能拿着圣经 他能切成功能 耶稣说 这又不幸又悲蜜的事态 我在你们这里忍耐你们要导几时呢 将你的儿子带到这里来吧 众人都差一声的大能 耶稣所做的一切是众人正稀奇的时候 耶稣对门徒说 他们不明白这话意思乃是隐藏的 叫他们不能明白 他们也不敢问这话的意思 是47了 耶稣看出他们心中的议论 就领一个小孩子来 叫他站在自己的旁边 对他们说 他会有我们接待的这些小孩子 就是接待我 他接待我的 就是接待他才过来的 你们中间追求者 他便远大了 好那下面我就 我们读的太多 我们就看头影上读 这里经文少一点 我们下面就是五十一节开始 那我们就一起来读吧 耶稣被接上身的日子将到 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 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 那里人不接待他 因他命向耶路撒冷去 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 主啊 你要我吩咐火从天上站下来 烧灭他们 像以利亚所做的吗 耶稣转身 责备两个门徒说 你们的心如何 你们并不知道 人之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 是要救人的性命 说着就往别的村庄去了 好我们还有下一个 好我们一起来 一二三 他们走路的时候 有一个人对耶稣说 你我问往哪里去 我要跟从你 耶稣说 湖里有洞 天空的飞鸟有窝 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 又有一个人说 跟从我来 那人说 主容我先去埋葬我的父亲 耶稣说 任天使人 埋葬他们的使人 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 又有一人说 主我要跟从你 但容我先去词别 我家里的人 耶稣说 手扶着你 向后看 不配进神的我 好 我们 看不错 好 好 今天的经文比较多 所以你手上必须要拿着一本圣经 然后呢 今天不但如此 经文里面的内容也是很多 所以我们今天就选取一些经文 但是我们今天读的还是挺多的 那么这段经文呢 它有许多的小的试镜组成 所以说它的内容多 是试镜很多 但是作者虽然有这么多的试镜 但是作者在当中表达的 中心思想是统一的 那么上个星期 我们学习跟从耶稣的十架路 耶稣向门徒启示他自己的身份 是神所立的基督 那么之后耶稣就随即说出 他说他将要在耶路撒冷受苦 然后被交在人的手里 并且受死死后复活 所以耶稣告诉门徒 这个米赛亚呢 是一个受苦的米赛亚 那么门徒对于这个受苦的米赛亚 门徒是很难明白的 因为犹太人的文是 他们向来教导说 米赛亚是一个得胜的君王 所以当耶稣说出 他不当是要他自己受苦 耶稣还要对门徒说 你们这个要 这个起来跟随耶稣 要舍己 背起十字架 所以耶稣告诉门徒 要先经历苦难 后得到荣耀 然后三天之后呢 不是三天之后 这个八天之后 那么耶稣就带着三位门徒 上山 所以登山并下 又是耶稣让门徒去经历 神国度的荣耀 让门徒可以看见 永恒当中那位荣耀的耶稣 那么在山上的时候 三位与耶稣最亲近的门徒 他们已经可以说 我们在山上可以看见他们 表现出他们对耶稣的 是非常的无知 对于心受苦后的荣耀 这件事情是不明白的 因为我们在山上的时候 我们看圣经说 当耶稣跟摩西伊利亚 在谈论耶稣去世的事 彼得、约翰、雅各 这三个门徒 在那里打盹 中文用打盹 其实原文的意思是 沉重的睡眠压着他们 不是一般的睡觉 好像非常沉重 很想睡的那种 睡眠就压着这三个门徒 所以可敬 门徒的心理是非常耻顿的 对耶稣的受苦呢 也是迷迷糊糊 所以摩西、伊利亚 他们跟耶稣在谈话的时候 一直到他们谈到 要离开了 门徒就醒过来了 有多少人上会了 就醒过来了 我小时候就是这样 我小时候四岁五岁去听到 就是说妖鬼主名 我就醒过来了 甚至我还可以掐着他 唱之情就醒过来 多厉害啊 不是唱之后醒过来 这个时间真是太精准了 所以这些门徒也是一样啊 耶稣谈完话 摩西跟伊利亚要离开他了 两个门徒就醒过来了 然后他们醒过来之后呢 又犯错误 因为彼得说 这里真好啊 我们就搭三座盆 我们就住这里吧 那这里注意 搭三座盆呢 这里其实有个 住盆解的概念 住盆解 在旧约新之里面 新之书里面 常常是预表将来 荣耀国度的实性 所以彼得的建议 显然就说 哇 这里的荣耀多好啊 已经是将来 这个神的国度实性了嘛 那我们就住在这里算了 我们就不要下伤了 也不要去耶路撒冷受苦啊 所以当彼得这样想的时候呢 突然说话之今 云才就出信 然后云当中就有声音出来 那这个云才出信 可以说是代表神出信 因为神不能直接省信 人是没有办法的 那声音出来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谨选的 你们要听他 所以显然彼得是完全的错误 彼得想要直接得到荣耀 所以耶稣登山 醒出荣耀 这个让门徒经历呢 显然是为了激励门徒 去跟从耶稣 但是在山上的时候呢 作者路加已经在那里 为我们买下一个伏笔 会让我们接下来 看见这些门徒 活里无途的 他们对神国的事情 是很无知的 所以接下来今天的经文呢 就写到 耶稣从山上下来 耶稣下来 要完成他去耶路撒冷的死命 耶稣要死在那里 并且从死里复活 那么这些门徒呢 他们会如何跟从耶稣呢 山上糊里糊涂 已经浴室了 这些门徒 面对耶稣十字架的道路 他们真的是会南辕北辙 会形同陌路 他们对耶稣的心意 跟耶稣的目标 还有跟耶稣的作为 门徒表现出来是完全相反的 那耶稣急需改变 门徒的错误 让他们可以跟上 耶稣的道路 那么今天呢 我们要问的是 今天我们会比这些门徒好吗 其实我们也需要透过 对经文中信息的思考 我们今天是不是在跟从耶稣 还是说我们今天 抗示与耶稣同行 其实不同路 目标方向光念 可能都不同跟耶稣 所以今天我们借这段经文 让我们可以与耶稣同路同行 可以行在正确的路上 面对正确的方向 那么让我们将来可以 来到神国的荣耀 来到那个永恒的生命 那么下面我们今天就来 思想第一大顶 我们先来思想第一大顶 真的动不了 还可以动 定了点卡是吧 OK 好 我们来看第一点 我们跟从耶稣 小心同行不同路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不知道大家开车的时候 是不是习惯 很习惯看GPS 我的习惯是看GPS的 那即使那段路呢 很熟悉我还会看 因为我这样子会知道 大概多少时间我可以到哪 那么当我看这个GPS的时候呢 有时候也会看错 就是分别不了哪条路 就是当有两三条路 并行的时候 因为你在GPS上 地图上看呢 你看不出来是哪条路 因为两三条路都是并行的时候 你看不出来的 有时候我以为 我会开在一条正确的路上 结果开着开着就开错了 后来发现是两条路 两条路开着开着 它就分开了 特别在高速上 有时候常常一条路 但是它会有好几个分岔 对吧 如果你一不小心 你就错了 所以真的是同行不同路啊 所以门徒在跟从耶稣的这条路上呢 也会跟耶稣同行 但却不同路 那么我们看看 门徒与耶稣为什么同行 但又不同路呢 原因有哪些呢 我们来看第一 这个还要 一二三四好像这样子 好 我们来看第一 信心不足 常常常背离神的道 现在各位姐妹 今天经文段落的第一节 就是你手上的圣经三十七节 耶稣和三位门徒下了山之后 山下有很多人迎进耶稣 许多人需要耶稣 那么在这里形成一个对比 就是说门徒不成熟 但又有很多人需要耶稣 其实形成一个对比 突出了 耶稣门徒非常需要快速的成长起来 耶稣下山之后 预见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就是有人带着自己被鬼附的儿子 他首先找门徒们 因为上山的门徒只有三位嘛 所以山下门徒还有九位啊 去找这些门徒们 且门徒把鬼赶出去 但是门徒却做不到 所以这个人只能找到耶稣这里来 他求耶稣说 求他看顾他独生的儿子 把鬼赶出去 那么门徒不是从耶稣那里 已经得了权柄可以赶鬼吗 我们路加福音请命的经文嘛 不是说耶稣给他们权柄可以赶鬼吗 是的 耶稣是以前把赶鬼的能力 跟权柄给了门徒的 那门徒不能够赶出鬼 显然问题不在耶稣这里 而是门徒 所以耶稣面对这个情况呢 耶稣一番话倒出其中的原因啊 耶稣面对这样的情形 耶稣说 哎 这又不信又被拗的世代啊 我在你们这里 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 所以耶稣这里说 又不信又被拗的世代 那耶稣这句话是指哪些人呢 哪些人是又不信又被拗的世代呢 那我们来想第一 耶稣指那些迎接他的百姓 是又不信又被拗的 对很有可能对吧 但是你看整个话的时候 你会注意 这同时也包括了耶稣的门徒 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的是 门徒没有比众人好到哪里去啊 他们一样也是又不信又被拗 所以耶稣皆不感慨 我要忍耐你们到什么时候啊 所以显然 耶稣期待门徒能够快快的成长起来 可是门徒呢 也总是不信 无知又软弱 所以不信又被拗这样的情形 其实从旧约以来 一直到新约 一直到耶稣啊 其实神的百姓总是不信跟被拗 所以耶稣称这个世代 是不信又被拗的世代呢 在这里呢 大家注意 其实福音了路加福音书第七章 在第七章里面 耶稣在那里有个比喻说 好像孩子在街上做游戏 我向你们吹笛 你们不跳舞 向你们举哀 哎呀你们不敌哭 所以约翰跟耶稣的信息呢 他说你们都不接受 你们只会去毁伴他们 约翰来了进食 不吃不喝 你们说约翰是被鬼附的 但是人子耶稣来了呢 又吃又喝 你们又说耶稣是汤死好酒的 哎呀耶稣是税吏跟罪人的朋友 你看看 这就是那些悖逆不信的百姓啊 他们对神的薪资总是指指点鼎的 但他们却不知道自己是个罪人 所以耶稣趁这个世代 是不现有悖逆的世代呢 又敷衍了路加福音第八章 有一个啥种的比喻 耶稣说 他的比喻 让有些人听得懂 有些人听不懂 为什么呢 因为旧约以赛亚书的心之有说明 因为他们心门之有 耳朵发尘 所以耶稣说这些比喻 对于大部分犹太百姓来讲 耶稣说这些比喻 对于你们来讲是什么 看也看不尽 听也听不明 你看这样的情形 你们看看 三位门徒在那个登山并像的时候 耶稣和摩西伊利亚在山上 谈论去世的事 谈论一件这样重要的事情 你看门徒却在那里打顿睡觉 门徒是不是看也看不尽 听也听不明 门徒也是这样 所以这些荣耀重要的时刻 他居然睡着了 所以这个睡着了 不是身体很累 肯定不是 而是他们对耶稣很无知 他们在属灵上非常迟钝 所以这些事情一进来 他们就睡得很舒服 所以今天我们最大的问题 其实还是不信 当然你可能不一定接受我的话 我哪里有不信 我信耶稣我常常才听听来聚会吧 谈到这里的时候 我想起我去参加神学院去学那一门读经法这门课 读经法就是教你怎么读圣经嘛 对吧 这门课对于神学院来讲是最倾的一门课吧 那么学习如何读经 请问最重要的是什么 你们常常说读经读不下去读不懂 我听到最多的问题就是读经读不懂 你觉得读圣经第一门课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什么 谁写的 还有呢 多读 圣服多读 读圣经第一件事 相信这是神的话 你不相信读懂了有什么用啊 你不相信你听听读又有什么用啊 所以教我们读经法的老师常常提醒说 你们根本不信神的话 如果你们信这是神的话 你们根本不会这样子做基督徒的 你如果信这是神的话 你的生活绝对不是这个样子的 你们一边读就是一边不信 因为我们不照着神的话去做嘛 对吧 所以你如果读圣经读得越多的话 你应该发现什么 发现你是越来越背离神的道 你应该是发现这件事情 你越读圣经你会觉得 我越背离了神的道 所以这是我们看 当时的门徒的软弱 信心不足 常常背离神的道 好下面我们看第二 第二不能够深入明白全命真理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单从表面上来看 耶稣很被人接受 很受人欢迎 对不对 但是事实上 却恰恰相反 众人对基督时而复活的救赎 其实是一无所知的 我们看这个被鬼附的独生子 他身上的鬼被赶出去之后 你注意看圣经 众人对神迹的反应 一如既往的 好惊奇啊 好高兴啊 大家还是一如既往的这样子 但是 单单对神迹充满惊奇 或者欢呼又有什么用啊 对不对 求病得医治的神迹 或者求鬼被赶出去的神迹 这些神迹实现了又有什么用啊 这些人却不知道他们自己是罪人 耶稣来叫人的罪得赦名 这才是耶稣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大家看你的经文在四十三节 耶稣所做的一切事呢 众人稀奇的时候 耶稣对门徒说 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 你看 大家为神迹很惊奇 欢呼 耶稣说 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 耶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耶稣在转移门徒的交点 交点不是病得医治的神迹 而使耶稣为罪人而死 交点是 耶稣代替人赎罪的救恩 所以耶稣从死里复活 这个神迹才是最大的神迹 所以谈到这里的时候 我想起在马太福音书有这样记载啊 犹太人他们要耶稣 从天上醒一个神迹啊 那么求的时候耶稣说 除了约拿的神迹 再也没有神迹给你们看 也就是说只有把约拿的神迹给你们看 那约拿的神迹是什么意思呢 约拿三天三夜在雨的肚子里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讲 约拿已经死了 只是他脑子的神迹应该活着 他的呼吸肯定是死掉的 那么约拿三天三夜在雨的肚子里之后 又从雨口里活活的出来 然后传讲 像您一位讲审判的信息 所以耶稣就像约拿一样 三天三夜在地里头 他第三天耶稣从死里复活 他胜过死亡的权势 他给人新生命的福音 还有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 他再来的时候是审判这个事情 这就是耶稣说 只给你们看约拿的神迹 所以耶稣去耶路撒冷受苦 我们看到他死而复活 这件事情呢 其实门徒总是不明白的 我们从圣经四十五节说 门徒什么 不明白这话 对于他们说这个意思呢 好像隐藏起来 甚至门徒都不敢问 这个话是什么意思 不敢问是什么情况 你们敢不敢问 不敢问 第一表示他们完全不知道 不知道从哪里开始问 对吧 有时候我们常常说 大家学完了有问题吗 都不问 可能就是说 从哪里问都不知道 还有呢 即使问了 耶稣回答门徒了 门徒也肯定听不懂 对吧 就说我问了 耶稣回答了 门徒还是听不懂 那听不懂 就别问了 对吧 既然门徒不敢问 学生不敢问老师问题 其实是他们对于这些事 完全不知道 所以我们看这些门徒 虽然是跟随耶稣的 其实他们跟耶稣是 同行不同路 原因是他们对耶稣 使而复活的真理 没有全面的知道 没有深入的了解 所以他们就会迟钝 他们信心就不足 前提问 我们从路加福音后面的经文来看 耶稣十二复活之后 你现在可以翻到路加福音二十四章 在二十四章的时候 耶稣复活那一天 有两个门徒疑惑 他就离开耶路撒冷 往以马五十去 这两个门徒 面对愁容 一边走一边说 耶稣是大能的薪知 却被钉在十架上死的 现在三天过去了 有几个妇女和门徒说 耶稣复活了 但是我们又没有看见 这两个门徒一边走一边说 一边走一边说 心中充满了疑惑 这个时候复活的耶稣 无情中就慢慢地跟他们同路 一直走一直走 但是他们认不出是耶稣 但是耶稣一边听他们讲 听他们的疑问 然后耶稣说 无知的人啊 心知说的一切话 你们的信心太止论了 你们不明白心知的一切话 所以之后耶稣就将 摩西和心知的话 指着耶稣讲的 都给这两个门徒讲明白 所以这两个门徒明白之后呢 他们就回耶路撒冷去 告诉其他的门徒说 耶稣复活了 我们都看见了 但是那些门徒 还是在疑惑 突然之间 耶稣就向这些 所有的门徒省信 并且耶稣还吃了 门徒给他们烤好的鱼 所以耶稣这个身体 是完全复活的嘛 对吧 所以耶稣对他们说 摩西的律法 心知的书 和诗篇上所记的 凡指着我的话 都必须应应 摩西的律法 心知的书 诗篇加起来 就是整个旧约 所以耶稣把整个旧约 指着耶稣讲的话 都给门徒简简明白 各位我们看 在路加福音 二十四章 这个就是跳不出来 好 我们把这个努力下 一起来 一二三 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 使他们能明白圣经 又对他们说 照经上所写的 基督必受害 第三日从十里复活 并且人要奔他的名 传回赶 赦罪的道 从耶路撒冷直传到万般 所以耶稣开他们的心窍 使他们能明白圣经 最后门徒他们才懂的 所以弟兄姐妹 对于神的话 我们真的需要全面的指导 要深入的了解 所以我们现在差不多 每年读经读一遍 对吧 在我当中已经把圣经 不光是在两三年以来 你已经读完一遍的请举手 有不少人的 我知道 给你们一个掌声 鼓励一下 不错 所以好好读 现在他们也都已经开始 在读第二遍了 那么下面我们来谈第三 门徒的问题是什么呢 第三 与神国的价值观完全相反 亲爱的弟兄姐妹 跟从耶稣石驾路 门徒醒出软弱 还表现在门徒有以自我为中心 他们的价值观是属适的 跟神国的价值观是完全相反的 所以经文透过三个事件揭示出 他们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 我们看看这三个事件 第一个事件我们谈到 以自我为中心 第一 以我为大 我们经文在路加福音第九章四十六节 那里说 门徒中间起了争论 谁将为大 引发这个争论是什么呢 就是说门徒误会了 耶稣去约路撒冷的使命呢 他们说耶稣既然是弥赛亚 是基督 去耶路撒冷一定会发动政治正病 然后夺取犹太人治理的主权 打败罗马帝国 所以门徒这样认为的时候 他们就争论 谁做左将军 或者谁当右丞相 对吧 所以门徒就争论谁为大 所以你看 门徒的价值观 其实就是世界的这一套 世界的价值观是什么 就是我们做人 一定要出人头地 对吧 我们做人要争取做人上人 我们要争取做高位 这就是世界的价值观 所以门徒他们根本不懂 十字架的舍己 背起十字架跟从耶稣 门徒根本就不懂 所以在路加福音九章四十七节 当耶稣看到这个时候 耶稣看出他们心中的议论 不是嘴巴的议论 耶稣看进人的心的 耶稣就领一个小孩子来 叫他站在自己旁边 然后对他们说 反为我名接待 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 反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才我来的 你们中间最小的 他并伟大 其实是反过来的 所以谈到这里的时候 弟兄姐妹 我们的观念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仍然用世界的观念 去想天国 我们是用世上的一种想法 去描述天国的 有一次上神学课 我们这批学生 因为讲到末世论 又讲到将来 所以我们这些做学生 那就问老师 我们说老师 将来在天国里 我们有这么多人得救 然后每个人都做王 然后天上的天使 足够服侍我们 对吧 一个人如果有两个天使 三个天使 不是应该的 对吧 一个观察 一个倒手 一个还吹 吹吹吹 对吧 总得两三个 对吧 那这么多人得救了 在天坛 天使够吗 我们的老师说了一句话 他说 你们啊 你们 不明白 天国 为什么 他说你们还是以世界的观念 去理解天国 你们以为做王 是受人服侍的 天国做完的都是服侍人的 所以是你们去服侍人 不是多少天时来服侍你 所以我们想天国还是用世上的观念 一直想天国应该是怎样 这就是我们的问题 还有第二呢我们看 以我为武 你看经文在四十九节 约翰说我们禁止一个奉尼名赶鬼的人 约翰说我们去禁止那个人 那个人他不跟我们一起 但是这些人是奉耶稣的名赶鬼 但是不跟我们一起 约翰说我把他禁止了 那么这件事情耶稣说 与我们不是一起的 就不可以容许 就是说约翰认为 跟我们不是一样的 就不许 弟兄姐妹这里我们看见 耶稣的观点是什么 在路加福音十一章二十三节 那里又提到一句话 路加福音十一章二十三节 那里又提到一句话 不与我相合的就是你我的 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 耶稣的观点是 耶稣才是中心 这个人如果以耶稣的名去做 都可以 如果这个人不奉耶稣的名去做 那就是敌对耶稣的 这个人是奉耶稣的名 那就是与耶稣相合的 就是属耶稣的 但是约翰去禁止的这个人 有没有属于耶稣啊 约翰去禁止那个人不可以做嘛 那个人有没有属于耶稣 没有 但是奉耶稣的名 对啊 奉耶稣的名就属耶稣的嘛 因为他奉耶稣的名去赶鬼嘛 约翰把他禁止的嘛 按耶稣来讲 他奉我的名嘛 奉耶稣的名 就是耶稣接纳的呀 是不是是一样的呀 但是约翰为什么禁止他 约翰的观点是 不是说他以耶稣为中心 约翰说他不以我们为中心 我们十二个门徒才是权威 必须以我们 你要跟我们才可以 你不跟我们都不可以 都是错 都是不允许的 所以你看他们自我中心是吗 以我为武 不是以耶稣为中心 所以他们的心胸是狭窄的 他们根本没有宽管的心胸 其实有时候我们在教会做服事做事奉 有时候也落入了以教会为中心 以人为中心 以某一个领袖为中心 以某一个事工为中心 去不允许有一些教会 有一些福音 有一些做法 不允许人家说人家都是不好和错的 只有自己最对 其实这就是心胸狭隘 还有第三个事件呢 以我为中心 是以我为义 这我们看到第五十四节 当那些撒玛利亚人不接待耶稣的时候 哎呀这个约翰又生气了 约翰说 降下活来 烧灭这些反对的人 他是叫耶稣降下活来 还是他要降下活来 对啊 我们丰富活 从天上降下 这个约翰厉不厉害啊 鬼赶不出去 居然丰富活出 约翰降下来 把这些人烧死 哎呀 干坏事是很厉害 很有信心啊 赶鬼就赶不出去 你看这些门徒 是以我为义 对吧 觉得这些人不接待我们 这些人就该受审抗 但耶稣说的一句话 他说人之来 不是要灭人的信念 乃是要救人的信念 所以这就是我们看见 门徒对于整个 基督十字架的福音 是完全被移的 完全被移的 醒出非常多的软弱 其实今天我们也一样了 好 下面我们谈谈第二 既然他们遭受这些 下面我们看叶大敌 叶大敌没有了吗 是直接上会吗 那也按一下 OK 对 再按一下 再按一下 好 你就知道 第二 跟从耶稣 我们该如何调整自己 好 先听我讲 每度虽然如此自私 他们又不信 他们不信又不知 耶稣其实并没有放弃他们 耶稣没有不使用他们 耶稣真的是充满忍耐啊 你看耶稣说 哎 这又不信 又悖念的时代啊 他其实也可以指着门徒 你们这些门徒 到现在还不信 还怎么悖念 我忍耐你们要到什么时候啊 但是耶稣仍然忍耐 耶稣在责备中 给门徒以正确的引导 所以你看第十章 耶稣就拆起七十个门徒 其实耶稣仍然没有放弃 虽然他们不好 虽然他们不懂 但耶稣还是用它 所以我们也一样 我们没有比门徒强 我们只有比他们更差 对吧 跟旁边人说一下 说自己啊 我没有比门徒强 只有比门徒更差 不要讲对方啊 讲你自己啊 我啊 我没有 但是 其实耶稣对于我们 也是一样没有放弃 我们 其实耶稣总是忍耐我们的软弱 祂也不断经锢我们的脚步 我们这样自我 但是祂仍然是让我们可以 参与祂的工作 其实这就是对我们 极大的鼓励 恩给 所以因此我们需要调整 自己合乎 神的心意 今天的电脑 也让我们 多多忍耐 好 下面我们看 怎么调整 第一 让十字架真理 成为心中的反向 请各位姐妹 让我们读路加福音第九章五十一节 那里 第九章五十一节 可以一起读吗 一二三 耶稣为天上师的日子相当 祂就定向耶路撒冷去 并打发使者在祂情口找 好 就可以了 谢谢 读到这里吧 好 这节经文告诉我们 耶稣知道祂的时间不多了 祂命向耶路撒冷而去 那么我先说一下 在三卷对光福音 什么叫对光福音呢 就差不多的福音书 福音书有四卷 但是马太马可路加是差不多的 这叫对光福音 对光福音就是说 可以一起看 看看这也可以看到 那个叫做对光福音 那么这三卷福音书当中呢 路加福音特别的地方 就是这里开始的第九章 依止路加福音到十九章 总共有十一章 这十一章的内容 都在讲耶稣去耶路撒冷的路程 就十一章的内容 讲耶稣去耶路撒冷的路程 那么如果把这十一章的内容 看里面的内容的话 你其实可以推断出 其实这十一章有一年多的时间 那一年多的时间 其实是不合理的 因为耶稣最后去耶路撒冷不到的旅程 最后最后 耶稣去耶路撒冷 其实只有一两个月的时间就到了 那为什么用了一年多呢 还有路加福音九到十一章当中 你读的时候会发现 他有防防复复来来回回的情况 就是说有时候在耶路撒冷 但是有时候又在加利利 有时候在别的地方 就有这样的一种情况 那么意思就是说 去耶路撒冷 意思就是说耶稣要去耶路撒冷 其实这句话呢 他意思说 不是一次单纯的去耶路撒冷的路程 那么向耶路撒冷去坐着的意思是什么 这绝对不是单纯的表达地理的方向 这是表达耶稣的使命感 所以这个不是说一次去 那个不是表达这个 重点是表达耶稣的使命 表达耶稣心里面的方向 使命向耶路撒冷 所以耶稣来到世上 他的使命就是在耶路撒冷 成就的事 就是为罪人赎罪死而复活 你看十二岁的耶稣 在耶路撒冷的圣经当中 他就知道说 我当以父的事为命 所以十二岁的耶稣 就以父的使命 为他人生的方向 所以当耶稣说你们要背起十架来跟从我的时候 我们看看这些门徒 他们显然在跟从耶稣的路上 他们迷失了方向 因为耶稣心中的方向 他命向耶路撒冷去受死 但是门徒心中 不知道去耶路撒冷 以为是做完 所以他们的方向是不一样的 所以门徒若要与耶稣真正的同路情形 门徒需要找到自己心中的方向 这个心中的方向 就是门徒要命向耶路撒冷而去 那么门徒 有没有找到这个方向呢 门徒后来显然他们找到这个方向了 那个在使徒行传 使徒行传当中我们看见 门徒带着福音的使命 传死而复活的耶稣 门徒在使徒行传里面 门徒仍然是以耶路撒冷为终 为交点 他们从耶路撒冷开始 到犹大全地 然后从犹大全地到撒玛利亚 然后从撒玛利亚要到 再到世界的地级去 所以使徒行传当中 门徒将耶稣在耶路撒冷所成就的事 传扬出去 在使徒行传当中我们看见 门徒终于找到心中的方向了 他们把福音传到地级 但他们仍然是以耶路撒冷为中心 向整个世界传福音 我们在《哥林多书》第二章第二节 保罗曾经在他一生中说过这句话 保罗说 因为我曾定了主意 在你们中心不知道别的 只知道耶稣基督 令他定十字架 保罗一生只知道这件事情 所以保罗的方向 就是去往耶稣定十字架的路 这就是保罗心中的方向 各位姐妹对于我们今天的意义来讲 不要让世俗的价值成为我们心中的方向 我们今天基督徒 差不多我觉得我们几乎所有人 我们心中的方向就是追求这个世界的价值 我们心中的方向应该追求更多的勤财 更多的名利 可能这就是我们心中的方向 而是基督的福音要这样成为我们的使命 让基督的福音成为我们心中的方向 在教会的进照上 我们要以十字架的真理为教会进照的根基 在对付我们旧照的生命 我们要让十字架成为我们生命的印记 在我们生命中有十字架的印记 有受苦的印记 有被基督管教的印记 对不对 让我们在侍奉上 我们要以十字架的精神为我们舍己的动力 然后在福音的传扬上 十字架是我们传扬的核心内容 当我们在面对苦难逼迫的时候 十字架要为我们胜过环境的力量 因着耶稣也这样受过苦 我们面对苦难就有力量了 当我们面对撒旦的势力的时候 十字架应该成为我们得胜的惊奇 当我们面对将来的盼望 十字架可以换取荣耀的光明 最后这句话跟旁边重复一下 十字架可使我们换取荣耀的光明 所以让这个苦难的十字架 希望可以成为我们将来是夸口的十字架 成为我们人生首要的十字架 好 这是第一 下面我们来看我们如何调整的第二 这个是刚才保罗的经文 好 我们看第二 第二 让跟从耶稣成为优选的光系 好 亲爱的弟兄姐妹 门徒如何调整自己跟从耶稣呢 第九章的经文最后以三次呼召作为结束 三次呼召当中耶稣都提出一个同样的要求 那个要求其实总结起来就是优选的关系 意思就是说跟从耶稣做门徒呢 要成为信徒生命中最忧心的选择 并且是最忧心的关系 我们看圣经第九章五十九节 耶稣服装一个人跟从他 那个人说我先去埋葬我的父亲 这句话读过来我们有时候会读不懂 这位这个人他的父亲是死了吗 如果是死了埋葬也是一天的事情很快 其实这里大家要注意啊 犹太人有一个传统他们埋葬有两次 其实这个在中国有些地方也有这种文化 埋葬要埋两次 第一次把它埋下去之后 一年多以后那个尸体会烂掉的 然后再把那个骨头拿起来 重新再埋下去 那中国其实有这个文化 我们最近看了一个考古 就发现有一个 中国古代有一个地方的人 就是埋两次的 第一次埋下去之后 一年多以后 把他的骨头拿起来再埋葬一次 犹太人也有这样的一种埋葬的方式 所以可能这个人刚刚把父亲埋葬了 可能还要等一年多 再把他埋葬一次 那么我们再看六十一节 那个人要跟耶稣呢 他说我要心慈别家里的人 那么耶稣说 手扶着你向后看的人 无配尽神 所以这个比喻向后看就表示呢 人不可以怀念 你继续怀念这个世界 你继续倾挂这个世界 那你就不能跟从耶稣 我们看到旧约 罗德的妻子 天使喊 快往山上跑 不可回头看 讲得很清楚嘛 但是罗德的妻子还是 回头看一看索多玛 看一看那个荣华的城市 看一看自己的家业 他就变成阴住了 所以跟从耶稣其实我们就做一个决定 我们不回头看 我们要跟随着到底 所以与耶稣尽力的关系 其实这个是最忧心要尽力的关系 这个关系我们要好好尽力 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人跟从耶稣 他必定生命成长品格优秀 有责任感 有人说耶稣叫他们这样的离别家里的人 放弃家庭 这样不好啊 其实弟兄姐妹 这只是个忧心的选择 忧心的关系 就是说假如一个基督徒 真的是认真的跟从耶稣 他生命成长品格优秀 有责任感的话 其实这样的基督徒 会很好照顾自己的家庭 会看顾自己的儿女 夫妻生活也会很好 其实是会很好 不是说完全不照顾家庭 完全不看顾亲人 这一节经文不是这个意思 这一节经文突出的 是这个忧心的关系 这个关系 心要尽力 这个关系最重要 意思就是说 跟随耶稣做门徒 这件事 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你一定要这样 那讲到这里的时候 我让弟兄姐妹更加明白 我举个例子 假如一对年轻人昨天干结婚 请问 从昨天开始 他们夫妻关系 是不是要比原生家庭中任何的关系 都要亲密 都要忧心呢 如果他结婚 还没结婚 这个人可以跟妈妈很好 跟爸爸很好 对吧 他昨天结了婚呢 就说昨天开始 今天结婚也要嘛 他跟妈妈的关系还要第一吗 没有 你们认为呢 妈妈们 还要第一吗 他要跟你第一 还要跟他老婆第一 跟他老婆第一 要多少家庭离婚的 都是妈宝 我听说有一个 有一对夫妻离婚的理由是什么 就是说他儿子结了婚之后 他妈妈每天夜里 推开夫妻俩的门 去看一看 他儿子好不好出去 然后儿媳妇受不了啊 最后离婚了 好我就举这个例子 就说这两个年轻人结了婚之后 他们两个结婚之后 接下来关系 最忧心的关系就变了嘛 他们夫妻关系是最忧心的 他原来跟爸爸的关系 跟妈妈的关系 就比起这个就吃药了 但是你不能说这样吃药了 就是不孝顺 这不叫不孝顺 这是应当如此的 这个圣经也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成为一体 这个离开是最亲密的关系要分开 最亲密的关系变成妻子了 但是妈妈排第二吧 所以妈妈也注意 多对老公好 反正儿子总会抛弃 就是这样 OK 好我这样一讲你们就明白了 耶稣为什么说跟他经历关系比家人还重要 其实就是说这是最优秀的一个关系 好最后一题我们看 成为孩子帮信靠主 请悲服事 面对十驾十驾的道路 门徒醒然 他们醒出自己的软弱 他们争论谁为大 所以他们面对敌意的人 就要吩咐我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 所以耶稣说 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 是要救人的性命 当门徒在争吵的时候 耶稣把小孩子叫过来说 反要接待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 所以耶稣说 你们中间最小的他并为大 所以我们从耶稣以孩子的比喻当中 我们需要如何调整自己呢 我们从这个小孩子里面我们看 第一是向小孩子无依无靠地信靠耶稣 你看小孩子是软弱的 小孩子是需要靠大人的 他自己没有能力照顾自己的 所以孩子最有一个特征是 他要依靠人 那耶稣说我们要变成小孩子 其实是指我们要全软地去依靠耶稣 去信靠耶稣 而不是靠自己的力量 所以这一个信心 我们要学习向小孩子 完全地去依靠 依靠耶稣 还有像小孩子也提到 说你们要接待这个小孩子 就是接待我 所以服侍小孩子 我们要服侍众人 就像服侍小孩子一样 不要说这个地位高的就服侍 那个地位低的就不服侍 不要说 其实有时候我们的服侍也分层次 以为讲台上的服侍高级一顶 厕所的服侍就低级一顶 厕所的服侍没有低级了 仍然是高级的 我为清洁的人也是做了一样的牌子的 听说清洁的弟兄姐妹不想带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不带 我意思是说你带起来 跟我站讲台一样 一模一样的 我没有做两样的牌子 所以你要带起来 就是表示你做洗厕所的 比站讲台的还大 对不对 所以要带起来 所以弟兄姐妹 这就是耶稣说的 我们在天国里 我们就要去接待一个小孩子 耶稣说你就是接待我 所以我们的服侍应该是清卑的 这样子 所以我们的服侍不是抢高位 不是欺压人 不是自以为义 不是去审判人 我们要清卑服侍 我们的服侍最终是教人的益处 得到耶稣的救恩 好 那最后我们看一下 今天我们分享的 我们读一下 第一点 我们跟从耶稣 小心同行不同路 我们把一二三读下 一信心不足 常常背离神的道 第二 不能够深入明白 常念真理 三 与神主的家伙 完全相同 好 第二点 跟从耶稣 我们该如何调整自己 第一 让实价的英语 成为优秀的优秀 第二 让跟从耶稣成为优秀的关系 第三 成为赖子上 祈祷主 尽被认识 好 我们最后看一下 结论 跟从耶稣能同路情形的人 就要借着实价的道路 与耶稣 心思相同 价值相同 心智相同 使命相同 目标相同 把手伸出来 我们说一下 第一 心思相同 价值相同 心智相同 使命相同 目标相同 让神祝福我们 我们真的可以与祂同路情形 不要同行不同路 最后找到底子两个方向 那就很可怜了 好 第二位姐妹 我们一同来起立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对于主的信息 我们在使命前有一个回应 我们在主面前说 主啊 我们也像那些门徒这样 自私自意 自我为中心 我也是不是像这些门徒这样 其实我心里是不信的 我对祢的话不信的更多 对祢的话悖逸的更多 遵守的很少 你是不是这样子 你在神前来祷告 今天我们求主来恩待我们 也求主今天能够灵敏我们 弟兄姐妹 请我们在神面前来祷告 我们对主说 主啊求祢灵敏我们 主啊求祢借着今天的信息 来关照我们 这些门徒 他们比众人并没有好 一样 是又不信又卑鄙的 这些的门徒 看见那些人 那些抵挡 那些不接待耶稣的人 就要说用火把他们烧死了 这些门徒也在彼此的争论 彼此的争论随为大 主啊我们的生命是不是也是这样 会争来争去 会争自己 为了自己 主啊求祢灵敏我们 让我们在今天信息当中 好地省察自己 主啊 祢的道路是命向耶路撒冷而去的 祢的道路是去耶路撒冷为我们死 但是我们呢 我们究竟走在一条怎样的路上呢 主啊我们有没有与祢同路却不同行呢 我们的目标 我们的心思 我们所想的意念 有没有合着祢的旨意呢 还是我们仍然是世界的价值 世界的追求人 主啊 求祢灵敏我们 主啊求祢再次的帮助我们 主啊祢仍然爱我们 祢没有放弃我们 祢仍然忍耐我们 主啊我们要向祢来呼求 主啊求祢伴助 弟兄姐妹 让我们坦然无惧来到 世人的抱着的运气 虽然我们软弱 虽然我们失败 虽然我们内心这样自我与骄傲 但主仍然爱我们 本来到世人的抱着的运气 用心理诚实寻求你 亲爱的天父我何等必需要你 需要更多你的同在在我身边 让我的无惧来到世人的抱着的运气 让我踏无惧来到世人的抱着的运气 让我踏无惧来到世人的抱着的运气 每一天我需要你 你花雨如干凌 每一天我需要你 每一天我需要你 你花雨如干凌 每一天我需要你 你花雨如干凌 每一天我需要你 我需要你 真理成为我们心中的反响 那让我们像孩子一样 单纯的信号 全员的信号 抓紧一般知 让我们像孩子一样的信号 赞一命 生年如雨降临 这是我的道 愿我生命的能 会拥药给你耶稣 真是我的福祥 每天都更爱你 每天都更爱你 永不失去祈祷爱你的心 这是我的道道 这是我的祷告 主啊我们不要向你祷告 向你呼求 我说祝你恩待我们 再次改变我们的生命 再次捷径我们的生命 主啊 让我们真实地跟随你走 每天都更爱你 永不失去祈祷爱你 永不失去祈祷爱你 翻转 拆回我里面属世界的一切 更新我 更新我们 调整我们 改变我们的方向 调整我们的脚 主要让十字架的真理 成为我们心中的方向 主要让我的人生 以做耶稣的门徒 为我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要立定心智做你的门徒 立定心智跟随你 那就是一生的跟随 主耶稣啊 求你伴助我们 我们真的像孩子那样的软弱 让我们全然的信靠 主求你恩待我们 我们将我们的人生 将我们遭遇的一切的事情 我们都放在你的手中 相信你都可以为我们成就 相信你都可以为我们成全 主啊 我们要得到那最大的神迹 就是一种死里复活的神迹 就是一种死里复活 胜过死亡 胜过罪恶 胜过撒上全世的神迹 祝愿这样的能力 以这样的恩典 充满在我们的生命来 主我们谢谢 我们谢谢 弟兄姐妹 我们最后用这个复更 我们再次来 向神来唱 让我们唱的时候 我说主啊 这就是我们的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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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都更爱你 永不失去祈祷爱你的心 这是我的祷告 让我一起高级我的双手 这是我的祷告 愿我生命荡荡 为荣耀给你耶稣 这是我的祷告 每天都更爱你 永不失去祈祷爱你的心 亲爱的天父 我们满心感谢 我们满心赞美你 主要这是我们的祷告 主要我们让我们一生 紧紧的来跟随你 让我们一生更多的来爱你 让真的十字架的道路 成为一生 人生帮助的目标与方向 主啊 求祢来带领我们 求祢来帮助我们 求祢来改变我们的思想 让我们的荧幕 当当来仰望你 让我们的荧幕 当当来转向你 求祢来带领我们 让这个世界 不要来占据我们的心 让实价的真理 成为我们生命的一切 唯一的首选 主 我们谢谢祢 祢 祢我们赞美祢 祢求祢来带领我们 祢来带领我们 祢来带领我们成观教会 在新的一年当中 让我们紧紧的来跟随祢 让我们真的是让耶稣 成为我们人生的帮助 祢来带领我们 求祢来带领我们 求祢也恩待我们 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 求祢加给我们信心 求祢也加给我们力量 在人生的道路上 祢做我们随时的帮助 依靠 主 我们谢谢祢 祢 我们赞美祢 祢 求祢将祢的话语 能够落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 在我们心里面能够扎根 能够有十倍一百倍 累累的结果归于父神 主 我们谢谢祢 祢 我们赞美祢 祢 求祢也纪念祢 祢自己的仆人 祢 在祢里面的劳苦 是不会突然的 祢 求祢让他今后的工作 能够胜过以往 祢 也求祢来祝福我们今天 所有在祢面前 为祢的免在祢面前 努力辛苦百上的弟兄姐妹 求神在天上来纪念他们 祢 我们谢谢祢 祢 也求祢保守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当我们奉上的时候 求祢保守我们奉上的角中 祢的恩典每天看顾 带领与我们每一家每一父同在 我们谢谢祢 在祢面前如此祈求祷告 奉耶稣的祢求 Amen 好 我们今天的聚会 尤其是我们家火焰归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